各位好 我是彭慧珊 今天港股在阿里巴巴最终被判罚182亿人民币的罚款 令到他们的反垄断案件在结束之下 整个走势港股似乎都受到很大的压力和考验 早段时间来说虽然曾经升过100点 但其实很快也有高位回落 并且最终来说都是要下跌的 收市的时间来说跌了245点 跌的幅度是达到0.85% 恒指亦都在走势下跌回到20天线的水平以下 其实看回港股今天收市的时间不是真的那么差 虽然跌的幅度来说有200多点 亦都在20天线的宝利卡通道的中途流下 但是在收市的见价时段 其实亦都比较多的资金流入 如果用回今日全日去计算 恒指最终来说是有93亿的资金流入 总之我们将阿里的整个判斧 是完结了令到很多投资者 在之前持有空仓的平仓利场 那里来说大概是有19亿左右的资金 扣除了之后 如果看回其他相关的恒指成分股 那个资金流入 都达到差不多74亿 那都是显示着整个市场 都在收市的时间跌下来 都愿意开始买货 其实看现在来说 整个恒指的走势 在今天跌穿保利加通道中族底下 预计短线的下跌空间就不是太多 因为现在来看回 恒指在保利加通道的高度逐步收窄 去到现在来说 大概是1500点的水平左右 都未足以令到整个市场出现一个新的方向 预计在4月份 最初的一两个星期 都仍然维持上落局面 暂时都比较难向下跌穿通道底 而且是大概27,900左右 在现在这个时间 是一个挺好的支持 而至于向上上升的阻力 都在通道顶上 那个水平来说 大概是29,500左右 在短期来说 没有一个新的方向 很可能都会令到投资者暂时 都仍然以一个个别的股份作一个追捧 而且也是很短线去进行一些部署 投资者短期来说 暂时没有需要大量增加自己的持股 可能都要去到未来在市况 慢慢开始稳定的时候 才有个需要重新再买货 由于短期来说 指数跌下去大概是27,900左右 不妨在水平来说 才慢慢进行一个累积股份 到时来说可能去到6月 甚至下半年来说 整个市场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向上升的空间